长相英俊却娶了罪头港姐,结婚十年恩爱如初,金女儿十岁颜值堪。 说起方忠敬,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吧?方忠敬1963年生于澳门,是中国香港影视男演员,1986年出演首部电影《逃出珊瑚海》入行,1987年,主演电影《潮花昔时》。 在她刚进入演艺圈的时候,她的发展并不是很顺利,她在TVB一直都是默默无闻。 后来又因为得罪公司高层而被迫离开,事业更是跌到谷底,几年后她重回TVB,演艺事业还是没有起色。 直到她凭借电影《望角卡门》提名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,并夺得第五届华语传媒大奖最佳男主角,她才被大家熟知,豁了起来。 后来她来到内地发展,出演了又见一连《幽梦》在内地打开了知名度,然后又拍了不少电视剧,近几年她搭档孙丽主演的《蜜月传》又让她大火了一把。 长相英俊却娶了最愁港姐,结婚十年恩爱如初,金女儿十岁颜值堪忧。 方中进长相英俊,而且年纪越大越有魅力,不过这样一位英俊帅气的大叔,老婆长相却很普通。 方中进的老婆是默可欣,是港姐出身,我们知道香港娱乐圈很多的美女演员都是港姐出身的,比如李嘉欣元勇姨等等,不过也不是所有港姐都那么漂亮,比如默可欣就被称为是最愁港姐。 据说她当选港姐的时候,曾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,但因为有成龙力挺,所以她才能胜出。 方中进和默可欣是英俊结缘,据说方中进是默可欣的偶像,还是默可欣主动出击,追求的方中进,两人才走到一起。 后来默可欣怀孕,后来默可欣怀孕两人才步入婚姻殿堂。 很多人以为方中进是因为有了孩子被逼无奈才和默可欣结婚的,但其实并不是,婚后他们生活很幸福,方中进也不在意妻子漂不漂亮, 她觉得默可欣心必善良性格好,两人在一起十年感情恩爱依然如初。 如今他们的女儿也已经有十岁了,女儿长得很随妈妈默可欣,颜值令人堪忧, 但是小姑娘被两人教育得很好,如今一家三口幸福美满,十分令人羡慕。 长相英俊却娶了最愁港姐,结婚十年恩爱如初,今女儿十岁颜值堪忧。 参考来源。